大家好,我是兰兰 我的粉丝呢,有很多呢,都是北京人 而且呢,因为我经常遇到粉丝嘛 遇到呢,就会聊会儿天 有的呢,有一次我记得有一个粉丝哈 在景山里边,哎呀,他拉着我聊了你有一多小时 他就讲到呢,他有一个儿子哈 就是家里面住房挺紧的嘛 就一直因为没有房 然后儿子呢,就没有结婚 没有找到对象 所以他就非常内疚 还有一个吧,也是我们住的挺近的 也是这边的 也是他女儿呢,找的是外地的姑爷 都有孩子了 就一直啊,孩子都上幼儿园了 就一直租房子 然后呢,还有也是啊 就是儿子呢,即将结婚了 那他们呢,就得把自己北京的房子 腾出来给儿子结婚 然后自己呢,去住那个平房 至少啊,十位以上粉丝跟我说 就都是北京人啊 就是孩子们住楼房 然后自己呢,住平房 甚至有了自己哈 租房子 或者说给孩子花钱租房子 可是呢,我昨天呢 就看了一个视频 就是那个老太太哈 老伴不在了 就一个儿子,然后他为了这个儿子呢 就把自己的老宅卖了 给儿子凑钱买了房 然后他一个月退休金呢 是五千块钱 那他没房了嘛 所以他就跟儿子 媳妇 还有孙子住在一起 而且这个孙子呢 他从小给看大 而且他五千块钱呢 也拿出来 就没把自己当外人 就觉得自己是这家庭的一员 就全都用在家里面 带孩子做饭 他儿子媳妇呢 就老会吵架 每次一吵架呢 他就赶紧把那孙子 就领到他那个屋去 就也怕孙子看见 他们两口吵架嘛 然后结果有一天 他的媳妇去上班了 他儿子哭通就给他跪地上了 就跟他说 妈 您能不能去养老院呀 他妈当时就愣了 说我好好的 我这天天给你们家买菜做饭 看孩子 我这是把房子钱 我都往里搭 我又没病没什么 你给我送养老院干什么呀 然后他儿子就说呢 就这么多年 我们俩吵架都是因为您 因为您呢 就是在对待孙子的这个教育上面 就说我媳妇跟您呢 是不一样的 我媳妇就觉得您太惯孩子了 然后他就想 他说的确 是吧 他会护着 那媳妇要说骂孩子 他就赶紧把孩子拉在身边 就护着这孩子 他说的确 隔代人溺爱吗 他说现在这媳妇 是吧 一说这孩子 这孩子就往奶奶屋跑 根本都不听她的话 说将来是吧 这孩子越来越大 越来越不好管了 您老在中间插一杠子 我呢 又想呢 维护媳妇 也想这孩子 将来能好好的 听我们俩的话 但是我也不想让您受委屈 您为了我们 对吧 儿子说我太难了 夹在这中间 他说我媳妇都要跟我离婚了 因为您 我就看到状况 我就没再往下看 至于姐 我不敢往下看了 真的 可能 就是说 因为自己嘛 这个年龄 慢慢的 可能也会 是吧 就是会经历像他们 哎呀 听了以后 真的是 挺难受的 就觉得人 这一辈子 都为了孩子 可是最后呢 这个下场 反正我觉得 如果我要有了隔代人 那我肯定是更疼的 就因为我们家孩子 我都很疼的 那要有了隔代 那绝对的 可是你说 跟那隔代不来往 我觉得我更做不到 我就特喜欢小孩 什么小动物啊 这种花草啊 这些什么哈 哎呀 你要说 不管像人家有的老 我就玩我自己过 那绝对我不是那样的人 我想我这个 以后命运啊 感觉越来越 哎呀 怎么越过越惨呢 真是的 你们有没有 像视频里说的那样 让儿子 或者让 闺女还好一点 让儿子 嫁在中间为难呢 所以这人老了 真的有个老窝啊 所以我现在就越来 不敢得罪我们家老张 他现在发了脾气 我都不敢言声了 因为我知道 我以后得跟他相依为命 我得跟他搞好关系 没这个人真不行 因为有的时候 你遇到事的时候 你就没主意了 慌了 可你背后有他 你就不慌 无论好日子 坏日子 你都觉得有人陪着你 没关系 都能过 好日子咱过过 苦日子也过过 无所谓 哎呀 这也不知道聊点啥 就有感而发啊 好了 就分享这么多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记得点赞关注哦 咱们下期视频 感谢观看